大家好,欢迎收看杂志天下,我是廖杰,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,节目开始,杂志封面,最新一期的时代有刊,这封面话题是还凤凰男一个公道,凤凰男现在是热门话题啊,被黑啊,凤凰男是什么呢,顾名思义,就是那些出生农村,经过自身努力,跳出农门,最终啊,在城市站稳了脚跟的男性, 有一句话说,那就是山沟里飞出个金凤凰,在中国历史上,从来就不缺凤凰男的故事啊,在科举时代,那些朝为田舍郎,目登天子堂的乡村读书人,那就是凤凰男啊,你像曾国藩啊,左宗棠啊,就是典型代表,那到了民国时期,像齐白石,沈从文,那都是从乡村的走出来的大家,还有胡适,那更是被称为是凤凰男 中的凤凰,到了现在,这凤凰男啊,更是遍地飞啊,有从政的,有经商的,各行各业吧,他们呢,都给家族,甚至给家乡,带来了希望和转机,那绝对是励志的典范,学习的楷模,然而,这些个凤凰男,也不知道为什么,招了谁,惹了谁,现在呢,竟然就成了,人人欲黑之而后快的对象, 你在网上搜索框,输入三个字,凤凰男,他立马呢,就谈出无数个极品凤凰男的负面故事,啊,到处都是声泪俱下,控诉他们的帖子,啊,说他们投门自私,贪然,野心勃勃,大男子主义,说他们这个喜新厌旧啊,唯利是图啊,杂志呢,那不一样,就独家策划了这么一个专题, 要还凤凰男一个公道,这是一群来自乡村的精英,本身呢,就是可敬的奋斗者,他们可能是这个社会当中最辛苦,最累的人,拥有才华,却没有公平的出生,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啊,把自己呢,从贫困中脱离出来, 他们过高考,展就业,在一个没有资源和人脉的城市啊,来立足,这其中,饱含着十多年,二十多年的艰辛和酸醋,包括迷茫和委屈,这成长过程中,养成的某些性格特点,一些个生活习惯,你就把它归结为凤凰男的丑陋标签,未免太过偏颇,那些个直直点点,一股脑子,把道德水平,把这个出生基层,给他画上, 等号,那也是太不厚道,我们回到封面,还凤凰男一个公道,其实啊,说到农村,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,凤凰男,那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,通过苦苦奋斗,改变自身命运的缩影,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,是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,如果把罪责都强加在凤凰男的出生上,那就是最轻松, 但同时也是最不负责任的逃避,这才是最可怕的,咱继续说一个凤凰男,谁啊,郭靖啊,在人们印象中,郭靖能被这个黄龙看上啊,那是因为他憨厚老师, 其实啊,小郭能吸引到皇家大小姐,可不仅仅是因为老师,那钱也没少花,怎么说呢,有人啊,就研究这个射雕英雄传,专门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,来考量凤凰男郭靖是如何追上百富美的, 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,黄龙假扮成乞丐,呀郭靖请他吃饭,这菜一点下来,连着店小啊,都这蛇啊,什么玫瑰金菊啊,香药葡萄啊,糖霜桃条啊,还包括鲤肉好郎君,什么鸭掌鸡舌羹,再配上12样下饭菜,这一水的五星级豪华酒店水准啊,最后买单, 十九两七千四分,这些个钱,你哥现在一折算,有人算了一下啊,至少得要一万五,妥妥的,难怪小姑娘一下子啊,就被感动的一塌糊涂,这两个人吃完饭出来,郭靖见黄大小姐一山单薄,又把自己的这个球皮大衣啊,送给她,这大衣可不是一般的货色,那是王子送的呀,非常的名贵, 绝对,算得上是塞外镇板,手工定制真皮大衣,现在估价也有能算了一下,至少得二十万,还有,吃上万块的饭,送二十万的定制皮草,你以为这就完了吗,哎呦,郭大侠的下一招,你猜都没猜到啊,接着,他就取出了四定黄金,放进了大衣口袋,你瞧见没有,直接给钱啊,粗略这么一算呢,四定黄金, 大概是一百多万,这要隔一般妹子啊,早就拿下啊,不过人家黄龙啊,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,虽然说有点动心,总算还能hold得住,也不道谢,批了雕球是飘然而去,见黄龙走呢,这郭哥哥心想,我都这么多诚意了,你还不就范? 看来啊,必须在下血本,送什么呢?送宝马,注意了,这宝马不是那车啊,是真正的马啊,叫汉血宝马,在绳雕侠侣当中,这蒙古皇上的坐骑飞云锥啊,和汉血宝马不相上下,当时的蒙古,那是世界第一强国啊,皇帝的坐驾啊,那就相当于,美国总统的陆军一号啊,至少得六百多万美金啊, 而且呢,你有钱还买不到呢?也就是说,这个郭敬送的是全球限量版的,阿斯顿马丁级的小红马,这一下,皇大小姐,心里防线是彻底崩溃,叫心中感激,难以自已啊,一直以为这个射雕英雄传,讲的是这个郭敬,逆袭迎娶白富美故事,嘿,这么一算下来啊,其实根本就是土豪豹德美人归,好,欢迎回来,说前不久, 在广西桂林蝶采山景区游船码头附近啊,一块巨石是从天而降,击中了多名的游客,导致气能遇难啊,外出旅游,突遭大石,可谓是飞来横祸,令人痛惜啊,之后,国土部门的专家,赶到现场调查,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,说这是一场自然突发性的崩塌式的地质灾害,这个蝶采山景区啊, 它属于典型的卡斯特炎龙地貌,容易发生这个落石事件,你再加上连日的阴雨,天气潮湿,这个岩石呢,松动,就导致啊,这个事件发生,景区呢,还说了,他们在码头附近立了一块小心落石的告示,说起来哈,灾难发生,或许呢,有天灾的成分,但只能够怪罪老天爷嘛, 当地居民就说了啊,一个多月前,这景区呢,在山上修了厕所,又是打地基的,又是转动的,很容易啊,造成这个岩石松动,而且呢,景区,明知码头附近是落石高发区,为什么还要把这码头建在这呢? 咱们从图片呢,可以看出啊,岩山修建的这个露天的台阶啊,这不都明摆着,让游客直面随时可能掉落的岩石吗? 看来啊,所谓这天灾的背后,也包含着一些人为的忽略因素,好,前不久,陈光彪公开承认,说他去年的冰桶挑战呢,是造假了,这桶里事先放了一半的热水,并不是完全的冰水, 这事实上,在他完成挑战的时候呢,就已经有不少的质疑啊,你想想看,在接近零度的冰水中浸泡半小时,除非你是机器人,你是超人啊,否则不可能做到啊,之后,有医学专家呢,还通过实验,也证明,说这个陈光彪的这个这个冰桶泡澡啊,存在造假的可能,话说回来哈,这冰桶挑战都过去大半年了, 在没有出现新的质疑的情况下,他自个儿突然跳出来,诶,承认我自己造了假,实在让人怀疑他这个这个动机啊,或许啊,就像有人说的那样,他实在忍受不了无人关注的寂寞,又拿出了旧话题,重新炒一遍啊,说起来哈,陈光彪的慈善方式啊,一直就饱受质疑, 但他呢,以真金白银来做底线,成为了慈善界的一个另类的榜样,不过这一回冰桶造假,被揭露得如此彻底,陈光彪本人也承认得非常的坦然,就不由得让人怀疑,过去那些个所谓真金白银,是否都应于慈善事业了, 他主动放出了负面消息,吸引公众的注意,也间接证明,以往那些高调的慈善啊,已经跌入到了编辑效应递减的状态,即便你花样再怎么多,钱堆的再怎么高,人们都已经异性阑珊了,你看这冰桶挑战慈善秀,面上是冰水,下面呢,是热水,做慈善啊,其实就怕这种造假了,你心里本来就是一网冰水, 也没有必要装作满腔热情,这都挺感冒的,好,接下来进入到板块,杂志标题,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瞭望东方周刊,文章标题,三亿超重的中国人怎么办,春天一来,又到了三月不减肥,四月涂悲伤的时候咯,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给出来的数据啊,目前在中国人的肥胖人数呢,都已经突破一个亿了,超重的人群更是惊人,就像标题说的, 有三个亿,以前呢,咱们常常把肥胖看作是影响人体健康的诱因之一,现在不一样了哈,因为肥胖的本身就是病的,世界卫生组织呢,都把肥胖定性为全球最大的慢性疾病,和什么高血压,高血脂,高血糖一道,列为世界四大医学社会问题, 与此同时呢,肥胖给全球经济啊,也添了不少的麻烦,增加了不少的压力,有数据就显示,说全球每年,就因为这个肥胖问题,它造成的经济损失呢,是高达两万亿美元,两万亿, 这个数字啊,甚至和战争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呢,不相上下,所以肥胖,它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体的调侃啊,什么批评上, 政府采取相应的公共措施,来进行早期预防和控制,才能够缓解,这不能承受之重。 好,接下来看,不要望东方周刊,文章标题,小城大病,很多大城市的人啊,都特别向往这个小城市,就觉得呢,小城啊,舒适安静,节奏缓慢,让人忘记时间, 可这似乎啊,仅仅是脑补的画面而已哦,你看前不久,有一项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就发布了, 结果呢,显示,小城市的大问题也是赫然在列,咱平时都说,大城市,雾霾严重,空气不好, 其实呢,一些个县啊,县级市啊,也好不到哪去,由于部分高耗能,高污染的产业, 逐渐向中小型城市来转移,就让小城的污染问题啊,也相当地大了, 再就是一个呢,交通堵,北京往往被称为是首堵啊,不过调查结果呢,也显示, 北京啊,算不上是上班下班,单程出行时间最长的城市, 反倒是这个什么长春,以73.2分钟,一个多小时哈,位区绑守, 另外呢,和大城市相比,小城市的就业压力啊,也更大, 从数据上来看,县和地级市的就业压力呢, 一直就会高于省会,以及省会以上城市, 你把北京,上海这些个大城市,由于这个机会多, 它的就业压力啊,反倒要小,小城大病, 这治病啊,你不能是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啊, 这个病啊,它也是会转移的, 好,接下来是21世纪商业评论, 文章标题,足迹如何不变成下一个脸萌, 还有几乎是一夜之间, 这个朋友圈又被刷屏了, 简直就是大片云集啊, 什么文艺片呢,爱情片,动作片,喜剧片, 好像每个人呢,都成了电影大片的主角, 这呢,都源于一个应用啊, 一款手机应用,就叫什么呢,足迹, 它最核心的创意呢,就是像电影一样去生活, 任何人随时随地啊,拿出这个手机啊, 你拍张照片,就可以创建出一种这个宽屏大电影海报的这个效果, 再加上那么一两句参透人生的中英文字幕, 那绝对可以营造出一种深不可测的人生态度, 你像足迹的创始人呢,就说了, 这是一件一群文艺青年, 做给另一群文艺青年的产品, 它让晒照片,晒出了新高度, 让装深层,装出了新水瓶, 不过人呢,怕出名, 猪呢,怕装,到了APP啊, 一样啊,这一爆红吧,各种操心就跟着来了, 想当年,脸蒙也跟这个足迹一样, 没有一点点防备,就这样刷爆了朋友圈, 可结果呢,终归是昙花一现, 只存在人们的脑海里咯, 所以啊,对足迹来说, 让人留下足迹还是第一步, 最重要的呢,是如何, 怎么没就让人留下来, 那个留下来啊, 好,留下来很难的, 图片可以留下来啊, 接下来我们来看板块,杂志图片, 武汉海洋事件, 几名参赛者呢, 身穿专业的这个潜水服啊, 在水底展开了垃圾站, 这水下拔河, 拼的不光是力气, 那还得看水, 在帮谁, 这巴西摄影师, 爬上38米高的基督像, 用自拍杆无人机, 拍下了一组惊心动魄的自拍照, 要我说啊, 这不恐高才是网道, 艺术家利用电脑技术, 为一项苗条的女星来征肥, 让贺民水果姐啊, 都长出了大肚男, 大象腿, 那真是短短惹人罪, 好,欢迎回来, 前不久, 贵州茅台酒的金奖争议, 闹得是蛮称风雨, 把白酒行业啊, 再次推到了舆论关注的焦点, 这金奖是真还是假, 争议的结果究竟如何, 咱们暂且不谈, 但这个事实上呢, 在白酒市场啊, 类似这种贴金的宣传啊, 那是确实不少, 有的里面呢, 还真就成了不少的猫腻, 不行, 咱们来看一看啊, 也不知道您走进商场的白酒砖柜时, 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, 从酒的包装来看, 几乎每一瓶好像都是精品, 尤其是上边几个字啊, 什么十年较长, 十五年珍长, 二十年原浆, 酒的价格呢, 那也是跟着这个年份的, 水涨船高, 你像某品牌就推出了一款, 八十年成酿酒, 您猜多少钱呢, 他真敢标啊, 十万啊, 但有专业人士就说啊, 白酒啊, 一般都是需要勾调的, 这个在一瓶这个五年的成酿里啊, 有可能会加一些二十年的酒啊, 来调和这个香气和口感, 那这瓶酒到底该算是五年的呢, 还是算了二十年的呢, 要知道啊, 在咱们这呀, 年份酒该怎么标, 标多少年, 其实是没有标准的, 很多厂商啊, 就专了这么一个空子, 玩起了数字游戏, 除了这个酒的年份有虚标, 那包装上的标签也有门档, 你随便拿一瓶白酒, 那标签上基本标的就是纯粮酿造酒, 原料呢, 也是高粮啊, 小麦之类的, 但事实上啊, 现在这市面上很多白酒啊, 都是伪酿, 是用外地采购的这个原酒, 给它勾备出来的, 另外呢, 还有一些打着养生酒, 保健酒的, 其实呢, 就是在酒里边, 加了一些个中药, 这都是相关法律明令禁止的, 而最最常见的, 也是往往最容易忽略的呢, 就是广告, 我先问大家, 您在买白酒的时候, 挑选的标准是什么, 很可人的, 你答案就两个字, 名气啊, 品牌嘛, 而这名气从何来呢, 广告, 广告越做的是铺天盖地, 越做的是人尽皆知, 他好像就越高大上, 价格呢, 就越贵, 至于这个品质嘛, 那就一边再说再说咯, 看来啊, 白酒市场的宣传, 那是只见概念满天飞, 不知品种是何物啊, 酒不醉人, 人呢, 自醉咯, 前不久, 唐山尊化室的李先生啊, 收到了一条短信, 说他开车啊, 超速了, 要交罚单, 李先生觉得奇怪呀, 他超速的路段呢, 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, 他不但清楚这个路段的限速是多少, 连每一个测速的摄像头在哪, 都了如指掌, 于是这个李先生呢, 就决定啊, 去查一查, 当面讨一个说法, 等他赶到交警大队的办事大厅一看, 发现呢, 周围挤满了和他一样, 来讨说法的司机, 都是被判定超速了, 很多人超速的情况啊, 都很离奇, 有些呢, 甚至就不符合常理, 你看啊, 一位65岁的老太太, 在下雪天, 下雪天啊, 以每小时91公里的高速度, 通过了限速60公里的, 遵化北三环路段, 还有一辆坐满了人的面包车, 也是在满是积雪的北三环呢, 以每小时72公里的速度呢, 转弯, 有那么高的速度吗? 还有一位车主啊, 开着一辆旧面包车, 在限速80公里的上岗路段, 实施了超速50%以上, 不足80%的违法行为, 那也就是说, 他当时的时速计码呀, 已经达到了120公里呀, 和人家那车呀, 是一个老破车呀, 车况不好, 平时能开75码就相当不错了, 据这个李先生介绍, 在当地呢, 有1600多名司机车主啊, 和他一样被超速了, 他们这些个违章记录呢, 都很集中, 都集中在二月的中下旬, 都集中在北三环呢, 张南蛙呀, 还有上岗路段等等, 面对这些个司机的质疑呀, 这交警部门给出的回应是, 说测速设备运行正常, 而依据呢, 就是警方和设备厂商, 曾经在三月初, 对设备进行过两次巡检, 看你警方是直接的当事人啊, 设备厂商那是间接的当事人, 说白了啊, 就是利益共同体, 这样既当运动员, 又当裁判员, 你又如何自证清白呢? 一千多的车主被超速, 这罚单该开给谁, 恐怕呀, 还得再琢磨琢磨, 天如今出国成了潮流, 为了克服语言观呢, 不少人呢, 就热衷于这个请外教, 网上呢, 也出现了各种外教的广告, 那是溢水的白皮肤蓝眼睛, 可是您知道吗, 你以为找到的是一个西瓜, 还有可能呢, 就是个南瓜, 或不对板, 前不久, 有记者暗访啊, 暗访了西安的好几位外教, 他们在广告上啊, 都把自个儿呢, 吹得像花一样, 什么担任过多年的外教啊, 经验丰富啊, 可到了一见面, 那是大贴眼睛啊, 有的呢, 借外教之名是炫富吹牛啊, 有的口语, 说的倒是挺顺流的, 但在国外的工作呀, 那就是保姆, 并没有真正的教学的经验, 还有的, 虽然是白皮肤蓝眼睛, 可说出来的英语呢, 一股这个俄罗斯的口味啊, 为啥呢, 因为它就是莫斯科交外的, 事实上啊, 外教乱象在各地是频频出现, 你像之前, 北京有一个外教, 竟然就是性侵儿童的再逃犯, 按照规定, 担任外籍教师, 需要有外专局颁发的专家证, 还要有出入境管理局合批的这个居住证, 可事实上, 没有几个外教能拿得出这些个证件, 即便是一些正规的外教培训机构啊, 也没有对外教资格呢, 进行严格的审查, 对他们来说, 只要长得像外国人, 那就是活广告, 监管部门审查不严, 培训机构懒得过问, 接管, 普通民众啊, 就上当受骗, 不少人就说啊, 请外教啊, 每小时一两百呀, 钱没少花啊, 可英语的水平的, 也没见什么提高, 不仅如此呢, 一些黑外教啊, 仗着自己是外国友人啊, 是胡作非为, 看来啊, 有必要对这个黑外教来一次洗刷刷, 可别让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啊, 新学期开始还不到一个月, 不少家长呢, 就在朋友圈里吐槽, 被各种亲子手工作业啊, 折磨的不行, 以前广州有一位家长就说了, 刚开学, 这老师就布置了找春天的作业, 就要求孩子呢, 要养蝉, 找蝌蚪, 要听蛙声, 要看鸡蹄, 没办法呀, 这爹妈只能向单位请假呀, 带着孩子呢, 到郊外去住啊, 用DV拍了一个花红柳绿的春天视频, 还有的幼儿园布置作业, 有环保材料做火箭, 可这孩子呢, 才几岁呀, 还在读这个幼儿园的冲班, 怎么做得了呢, 于是乎, 家长自己上网, 找工队, 买材料, 花好几个晚上才做好, 家长们说呀, 这个手工作业呀, 满满都是累呀, 有家长调侃呢, 说等孩子从幼儿园毕业了, 咱们也都成了手工达人呢, 按理说啊, 幼儿园布置亲子手工作业, 本意呢, 是想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, 加强亲子交流, 那却怎么就成了单个的家长负担呢, 其实啊, 有些这个作业啊, 说起来容易, 做起来那真叫难啊, 你比如找春天这个作业, 要听蛙声, 要看鸡叫, 说对城里的孩子来说, 那就只能是整那么一趟, 农家乐了, 你否则不可能完成啊, 另外, 现在幼儿园都喜欢搞教学成果展示, 每一次完成作业, 要搞全班评比, 为了不让咱家孩子失望, 这爹娘就只能是拼了, 亲子手工作业成了负担, 其实啊, 在培养孩子动手之前, 咱老师呢, 应该先动动脑, 一期的新明周刊文章标题, 中国医院终于有了首个法务部, 前面就上海新华医院呢, 是高薪聘请了两位新人, 他们是穿着白大褂的律师啊, 走在医院里呢, 常常被患者呢, 称作医生, 原来啊, 这医院刚刚成立了中国公立医院的第一个法务部, 那两个律师呢, 就是医院请来的专职律师, 专职律师能为医院干什么呢? 其实啊, 在中国的公立医院, 无论是从员工的数量啊, 资金流动量啊, 还是业务的复杂程度, 都堪比一家大型的这上市公司, 以这医院为例啊, 这个员工都四千多人, 每年光签署的合同啊, 就有六百多项, 涉及到的资金呢, 高达三亿, 这医院在采购的时候, 你采购一个设备, 哎呀, 动不动就是上百万啊, 几千万, 而签合同的时候呢, 往往会被企业的合同模板呢, 牵着鼻子走, 稍不留成啊, 稍一疏忽啊, 或者有什么样的笔物啊, 你花一大笔的冤枉钱不说, 还没有办法维护他的合法的权益, 而有了两个专职的把关人, 就可以让医院呢, 避免蒙受不必要的损失, 另外, 医院现如今真不是一个省心的地方, 各种社会矛盾比较集中, 这医生一句话呀, 语气不太对头啊, 就有可能引发无休止的纠纷, 面对这个医闹啊, 很多医院呢, 都会用钱来摆平, 稀释宁人, 这就无形当中呢, 助长了医闹的风气, 有了这个专职的律师呢, 那就不一样了, 一切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办, 该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很明确, 专职律师呢, 还会对这个医生们进行培训, 保证他们的数钱谈话, 医疗操作过程是规范的有效的, 中国医院终于有了第一个法务部, 这医院呢, 也得要依法治愿, 好, 接下来是新周刊, 我们来介绍瑞辞, 第一个词, 山寨高晓松, 说这个前不久啊, 高晓松啊, 在微博上啊, 晒出了一组照片, 照片里的那个高晓松, 正在参加某企业的宣传活动, 一脸的微笑, 还摆出了各种造型, 和现场观众呢, 热情合影, 可咱仔细一看, 好像不太对劲啊, 要知道啊, 高晓松的真身, 个头有一米七八高啊, 可这一位呢, 看上去挺矮的, 而且比真身, 好像还要肥那么一号啊, 最关键的是呢, 现场和高晓松合影, 每个人得交一百块钱, 山寨版的高晓松是高调捞精, 高晓松本尊啊, 是欲哭无泪啊, 就说, 山寨麻烦你能不能更敬业一些啊, 为啥找一个矮胖子破坏我的形象啊, 最后呢, 高老师还补充, 说你的眼镜和靴子麻烦你买正牌货呀, 在这我就想说, 清泉好像是次要的, 胖瘦高矮眼镜皮靴才是痛脚, 这叫什么呢, 事可考不可辱啊, 下一个瑞茨分手课, 哎, 别激动啊, 这说的不是什么教你分手的课程, 而是广外一名教师开设的婚恋心理学的选修课, 主要是教这个学生们如何正确的理解爱情和婚姻, 如何解决婚恋当中啊, 出现的问题, 开课十多年来, 他这个课几乎是堂堂爆棚啊, 而且呢, 每年都有学生上完课的回去呀, 就分手了, 因此啊, 这课的就被同学传为分手课, 当然了, 也有不少的学生通过认真的上课, 成功的实现了学分爱情双丰收, 您看见没有啊, 当好这一门课的学霸, 你就有可能成为人生大赢家呀, 好的,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, 读杂志观天下, 杂志话题多,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, 节目最后是天下演乐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